大家好,我是小红,今天用西兰花分享一个营养又健康的做法,上桌待课好吃又好看,我家一周都会做几次来吃,清淡爽口,孩子也爱吃。 我们先准备一朵西兰花,先用菜刀把每一小朵切下来,这样比较方便清洗。 西兰花有蔬菜之王的美月,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,再把每一小朵从中间对半切开,我们在切西兰花的时候尽量不要从花朵的顶部切。 西兰花每一小朵都有一个枝节,所以我们要从根部开始切,这样西兰花的表面花朵不会散开,也不会掉落。 切好的西兰花放入一个大点的盆中,西兰花不好清洗,先往里面加入半勺食盐,再倒入一勺面粉,食盐可以杀菌,面粉可以吸附西兰花花朵里面的虫卵以及灰尘。 加入清水浸泡十分钟,接下来准备一点简单的配料,准备几斑大蒜,先把它切成薄片。 然后再把它剁成蒜末。 剁好的蒜末放入小碗中备用,再准备适量的大红椒用来搭配颜色。 先把它切成细条,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改用小米椒,然后再将它切成小碎丁。 切好之后,跟蒜末装一起,接下来我们在碗中打入三个鸡蛋。 再将它搅拌成细腻,无颗粒状的蛋液备用。 现在我们的西兰花已经泡干净了,倒入清水多轻冲洗两遍。 洗干净的西兰花控水捞出,放入盘中备用。 接下来起锅热油,往锅中加入适量食用油烧热。 油烧热之后,把蛋液倒进来,调中小火来煎。 不用翻面,将鸡蛋往一边推,这样中间没有凝固的蛋液流到锅边。 使其快速凝固,这样煎出来的鸡蛋就不会老,吃起来很嫩。 煎到表面的蛋液像这样完全凝固之后,先把它盛出来。 盛出来后,放入一个大点的盆中。 直接在盆中用小刀切成小方块,这样上桌后更加方便食用。 接下来锅中留底油,往锅里面加入适量清水烧开。 水开之后,加入适量食盐增加底味。 接着再把西兰花倒进来焯水。 西兰花焯水时间不要太久,否则就不脆爽了。 而且,还会造成西兰花的营养成分流失。 焯水三分钟左右,将那控水捞出来。 西兰花捞出来后,将它摆在煎好的鸡蛋上面。 花朵朝上,还原西兰花的形状。 边边再放上几片西兰花的叶子。 这样一盘好看的西兰花就摆好了,先放一盘备用。 现在,我们来调一碗料汁。 碗中放入三勺生抽,再加入一勺蚝油。 少量的鸡精。 再放适量的玉米淀粉。 最后,再加入半碗清水,搅拌均匀备用。 接下来,往锅中加入少量食用油烧热。 把蒜末和红椒加进来翻炒,炒出蒜香味。 蒜末炒香之后,把前面调好的料汁倒进来。 调中大火把它煮开。 一直煮到锅里的料汁,像这样非常粘稠的状态。 就可以关火了。 再将煮好的料汁全部浇在西兰花上面。 这样做出来的西兰花好吃好看又营养。 料汁淋上去之后,全部渗入到鸡蛋上面。 西兰花根部和鸡蛋都特别入味,味道非常的棒。 清淡爽口,平时家里的孩子不爱吃西兰花。 这个做法吃得可香了,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,别忘了点赞订阅留言哦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